大家好 今天會帶大家來到 位處於惠陽澳頭這邊去看一個項目 由國企越海去打造的 就是叫越海一貴府 先在這裡簡單說兩個越海發展商 其實包括我們現時 在香港喝到的所謂東江水 其實都是由越海旗下的公司去提供的 就是說跟我們港人本身有一份很連繫的感情 也都一直以來跟我們香港有很多業務上的往來 而這次我們要介紹的這個越海一貴府 除了本身發展商的背景比較強勁 價錢也是比較便宜比較吸引之外 也都想說一說它跟區內另外一個樓盤 就是之前我們也介紹過 以深圳都市圈作為宣傳點 長和系成哥旗下的龍泊 最近龍泊真的賣得非常好 雖然這條影片本身是說越海一貴府 但是也要跟你說一聲 龍泊這個樓盤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批港人過去看 星期六一就更加厲害了 不過據我們收回來的消息 越海一貴府這邊現場的人士就表示 很多人都會看他們這個樓盤做一個比較 而他們知道那邊成交都不錯 但是越海一貴府成交都相當不弱 證明這個項目在這個區域裏面 可以說是長實成哥旗下龍泊的勁敵 當然我覺得各有賣點 因為大家的開織等等都幾不同 位置上也都有點差距 但是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去那個區域看多一兩個去比較 也是很正常一件事 越海一貴府另外一個名字 就叫做越海麗剛花園 現場那裏展示出來都會是這個名字 而越海一貴府就是銷售名 也是越海旗下一貴府系列的其中一個產品 我們現在馬上帶大家去看看到底這個樓盤裏面的環境 以及位置有多方便有多漂亮 2024中央強調樓市要止跌回穩 平價職業時機轉眼即勢 沉迷大灣區深水靚盤此其時也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自家兄弟過來大灣區這邊 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量新訂造專屬行程 無論在口岸的預約接待 又或者在香港這邊直接出發提供點到點的提楼安排 帶你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盡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盤的資訊 看樓全程無壓力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深水單位 然後簽署應購書一刻 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 無論是匯款簽約代辦手續 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現的協助 後續我們還會提供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 由買樓、收樓、驗樓 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 以至是訂製家師服務 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 可以和你一起選購裝修建材 以至是單位裡面每一個細小的組件 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 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 無論是市場熱華、獨家折扣、熱賣靚盤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承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選購你的深水單位 專屬訂製路線考察可以天天出發 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 讓自家兄弟帶你來了解一下 最安全的社區樓盤 是 沒錯 樓下門口有公安局 公安局 有什麼事呢 要出勤即時派過來 一分鐘即到 沒錯 整個大亞灣最安全的樓盤 這個社區 越海、麗光、花園 現在太陽西斜的時間很舒服 因為它在三樓 所以很扯方 很好風 現在就是11月1日 是 因為都已經踏入秋季了 整個平台 三樓 加上它不會很密 不會很密 所以走過來很舒服 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衛納燃 全部都已經做了 全部都封了 全都封了 東江水給香港人 就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東江水 應該有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 而且有四、五十年了 一直供給香港 去忍 不是說笑話 不是打感情牌 其實這個法治商 跟我們香港的 起居、飲食、生活 都是最色色相關 沒錯 這樣說會有些親切感 是 素材、豬、生鮮的肉 全部都供給香港 他們知道民生 民生需要什麼 但我看到整個內嶺 現在就封住了 那邊有少許還未做好 然後看到這個應該是泳池 是 這裡有一個泳柱 沒錯 中間就有泳柱的位置 我們現在來說 其實我們剛才是在哪個位置走過來 我們是在這兩部泳柱 剛才我們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兩部泳柱上來 然後繞過來 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就是泳池 中間就有泳柱的位置 我們示範單位就是這三座 好 那我們進來 進去吧 大堂也很高 是啊 這個大堂也做得比較不錯 兩邊都有這個架空殘 這邊就有些叫休息空間 是啊 這邊坐一下 捉一下棋 然後進來 有個沙發 大堂的高度都是比較高的 有氣派 有氣派 這兩部電梯位 我們現在就上去這個三樓的示範單位 我們上去再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一起看一下試位 多少樓啊 我們上來叫做示範單位 一起去看一下 這個就看一下 兩樓是四火 兩梯 這邊就是電梯 後面也是電梯 這個就是四火 很棒 私隱度很高 不會去到六火到八火 是啊 這件挺難得的 我們先來看看 78的這個積數 78的話 我看到一邊看下去 這個一間看的就不是交票 陽台最亮眼的就是陽台 有個陽台就是半陣深的空間 沒錯 也有兩米九成兩米四 也算大 有個七個方 如果是比起上來 其實還比起另一個次我 就是原本的房間更大 比那個房間 就是小的房間 主我就不太大 大家留意 其實現在看的是毛皮膠標 我們就看看佈局是怎樣的設計 另外一間 如果說裝修成本 就是每一間來說 大概這一隻戶型 你要裝修的話 因為剛才你有說的 有補貼八百元的 那你用1200元一個標準 為例計 其實你每個單位 加多三到五萬元不等 你從小到大已經搞定了 即是你已經可以 入屋已經可以住的 即是膠標 即是你平時看的那些樓的膠標 那已經搞定了 大家要記住密碼 三萬到五萬元不等 就搞定了 我們先不說那麼多裝修器 現在需要可以找我們查詢 我們再去看看 其實要看看整個佈局是否合理 一起看看 廚房來說我覺得挺大 反而 七十八可以做這樣的廚房 其實不小的 所以你說一進來 我兩眼之處 我覺得廚房第一印象是好的地方 一點也不小 一點也不小 你這邊就是一個雙胯門的雪櫃 沒錯 這個放過雪櫃 雙胯門的 空間也比較大的 這個就是炒的 這個切的 這個位置佈局就是洗 這是一個大升盤 當然它無闢就不看一些材料 其實這個很殘忍 這個 這裡有個通方 這個 西邊 有個叫做陽光的景觀窗 其實我可以畫一間陽光房 一進來看看陽光 你看看這裡 看鏡影 沒錯 樣子多漂亮 很光滑 香港來說 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你有陽光 就代表你家裡 不會潮濕 不會生蟲 沒錯 這裡很重要 特別是廚房 好 那我們就進來看看廳 是 廳的開間其實都OK的 這個開間都有三米二的一個開間 三米二 都算OK的了 你坐在這裡 其實看電視的話 都不會說 就是 迫的 是不是 這邊有餐桌 那我們出去露台看看 這個露台就大了 露台 延伸到那邊的房間 拍一拍 這裡 是 先放一拍 放一拍 放一拍 這邊如果是我來說 有幾個選擇 如果是喜歡的 因為有陽光 有光線 還有花 香港是難得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如果你說不需要的 這個就可以 後期如果你想要封了它是甚麼呢 就可以做一些儲物客間 這裡都可以做一個儲物客間 可能洗衣機 是不是這邊擺洗衣機 那裡有個椅子可以擺洗衣機 這個預料你擺洗衣機 那你收拾一收拾在上面 其實你做的儲物客間 這邊反而更好 那邊更好 這邊就做個洗衣機 台面 然後可以擺一些雜物 洗衣液那些東西 然後上高就只剩一個大櫃 到頂的 OK的 它已經幫你想好了 去水、來水 這個來水 這個電鍵 也有的 魚流 魚流小的 但是這個要買一半 送一半 才好像不夠覆不住 如果你說長 算在這裡差不多 算在這個裏面 長到有個5米6的一個長度 沒錯 好正 比較長 加上這個房間 其實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都可以 就是預訂了它之後 在這裡出來也可以 那這個就要跟物業申請 是不是可以 你自己入面的不用 哦 即是後期的裝修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做拖門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樓 有些是在這邊做了拖門 是的 因為在這裡 我們先進去看房間 因為我們那個88的積數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那邊做拖門 做好的 你剛才說的就是這間房 對就是這間房 就是這間房 就是這間房 那這裡做拖門 如果這個做拖門 可以這樣改 如果 空間感會再足一點 因為這個很薄 一半長 可能都可以到30cm 對 就是這間房間 那些磚 如果這樣 其實你幾隻拖門 那可能節省了一半 而且舒服很多 對 舒服一點 那這個就是後期 因為胡批你想怎樣改 你看自己的個人需求 嗯 沒錯 那其實床也不錯 這個有一個1.2米的床 這裡放的 那這個就做衣櫃書桌 對 衣櫃書桌 好舒服 空間也算OK的 足足足足 OK 然後就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 對 因為這個78cm 其實它就做到一個洗手間 一個洗手間 如果要大一點就要88cm 89cm 沒錯 那你說 可以攝影機 可以 其實這個空間都OK的 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兩個人在這裡 其實都沒有問題 站住的 轉身難一點 但是因為它有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 你先出去 OK 那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可以攝影一下 因為如果只是在這裡 其實你轉身是難的 就是你洗澡 轉身是難的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有個漂泊 這裡可以坐在這裡洗澡 這裡坐在洗澡 拧一拧過來 對 花枝拧一拧過來 在這裡洗澡 就是說老人家舒舒服 坐在這裡慢慢洗澡都可以 沒錯 那第二個優點是什麼 就算你站在這裡 這裡我講話是炸 其實你這個位置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是絕對有夠空間的 因為你上身就知道你會移動而已 是絕對有夠空間的 空間是OK的 我再拍一拍 這個是正景位置 是可以放一些木浴露 洗髮水都可以的 啊 那這個位置可以設計 看看怎麼想 裝修過拍 是的 就是儲物空間好多 好中 因為出來它就做了乾濕分離的設計 這個就是洗澡盆 洗澡盆 是正景了這間房 就是每一個真正的陽光房在這裡 嗯 因為每一個屋苑或者戶型 我看到有一個大露台 但是闊度根本就是一間房 報件的時候就報件露台 那我目的有什麼好處呢 有送一半的面積 是的 沒錯 那其實在這裏呢 就乾淨都比較好的 那你到時這個 做個房間的話 你做完窗就行了 空窗 接著兩邊就拉鍊 搞定 就是完整的一間房間 就是半陣送的 你說扣入的面積 這裡劏開一半 你就買這一半而已 這一半就不需要錢的 其實這些空間是什麼呢 你計算起來 譬如外面的大露台 計算這個 你計算一下 可能送出去都有六七個房 有的 有六七個房 這裡的使用率其實是比較高的 是比較高的 其實這個房間也不浪費 比剛才說的那個小房 沒錯 這個應該像 開間的兩米四 這個開間是 剛才我們看過 這個總共的積數 這間房間也有七方 我看看 有七方 闊度兩米四 深度 即是長度 兩米九 兩米九 好足 好足 其實這個房間 如果不用那麼多房間 可以做麻雀房 廚房也行 沒錯 你喜歡種花的 你兩房夠的 其實這個種花的 絕對是 還有花園仔 自己有少天地的花園仔 然後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不會說很大 因為面積的局限 七十八平方 因為它本身 即是層樓不大 七十八 還有三房 你說有一個好處 可以利用什麼呢 就是這個床頭 這個大的飄窗 應該都有1米五 這個飄桌 不止 長度不止 深度不止 都有一米二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其實如果 利用這個飄桌 做這個定制的床 空間就更加 其實我是這麼想 因為 如果你說空間 不夠之餘 其實你把床 把床放過來 因為它不是頂頭的 它是平的 兩個位置是平的 你床頭放在這邊也行 你床頭放在這邊也行 譬如 根據這個設計 床頭放在這邊 其實你 那個駁出來 其實到這裡已經夠了 已經有 譬如去到這裡 你已經做到Kingsize 即是米五的床 米五的大床 那你就兩邊下床 就是這邊下床 這邊下床 已經夠了 但是 有好處是什麼呢 你就用了這個空間之外 用了這個空間 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梳妝桌 即是太太扮漂亮 你的衣櫃 其實你是大了 大了很多 譬如空間 就等於你的衣� 就做多一個大的衣� 這是L字形 然後這個就是梳妝桌 我覺得就算不改 不利用這個飄桌 就是空間也夠 絕對夠用 即是如果你說想 即是你沒有那麼多東西放的 你不想 好像用了一個震雲窗台 不太好 不想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因為有些人是甚麼呢 可能看到上面有梁 即是留意 即是那條梁摘住床頭 好像不是那麼好的 不是 有些風水 即是 我也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但你還沒說價錢 如果這個戶型 這一間 我們先看看 多少錢 這個總價的話 這個積數的話 其實有個50萬 就可以9點 50多 那我就當55吧 55 56 即是最便宜的52萬 即是最低層 二樓 我這也不介意 我就當是五、六樓 或者是 55、56萬 都可以做得到 三房 56 一房 大震送 大面積 你說連裝修 加了三萬多元 我預計你六十萬 六十萬以來 即是你拿包裝修 即是補貼 然後你可以自己找裝修公司 連補貼 可能要五萬多元 即是你預計六十萬以來 即是你預計六十萬以來 六十萬 差不多 完成 沒錯 吸引的 是的 我第一次去看的 真的吸引的 看完剛才那款 這麼便宜這麼便宜的回應之後 我們現在才說回 這個項目 一個地段驅位上的位置 和交通上有多方便 讓大家知道得清楚一點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越海一貴府的交通的規劃 是的 沒有說 其實我們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在新澳大道 是 沒錯 我們熱海 利光花園 就在這個 新澳大道這個位置 是的 那它近一點 就看到是 下來 澳洲小學 移爾瑪 大概車程多久 如果去到移爾瑪 其實這裏 走路過夜 都是七八分鐘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到的了 如果其實你坐過電停車的話 兩三分鐘就可以到的了 嗯 是的 上一點點 因為說起山羊場 如果最近的就是曼達 曼達 曼達和翡翠山 有個一庭假日趕場 這兩個 其實在這裏過去 都是七八分鐘到十分鐘以來 就可以到的 這個位置 沒錯 沿著大灣大道 其實門樓出來 轉車一上來 沿著大灣大道 然後轉龍海二路就到了 轉左邊 是 沒錯 十分鐘左右 是 曼達 和那個一鐵界 趕著紅色的位置 那我們回香港 如果你說我們來了 香港人就是 買了 那我過來 你的交通是怎樣 交通的話其實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門口 就有那個公交車 公交車可以直達沙田地鐵站 9個閘就到沙田站 時間就是30分鐘以來就可以到的了 沒錯 跳價就是兩萬街 兩萬街就一個 如果長者60歲以上就免費 哦 你說退休生活比較適合 我想搭完深圳地鐵 再慢慢過來也沒問題 沒錯 那兩萬街過來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這個門口過去有一個中海酒店 中海酒店 三百米的一個距離 距離三米 那這裡就可以坐西湖出行 直達這個爐和福田都可以到的 那這裡直達這個爐的連同口岸 就是四十五分鐘左右 就是四十五分鐘左右的一個距離 嗯 那再來呢 我們上次過來的 我們上次來這邊呢 就是在大雅灣汽車站 沒錯 不是走西湖 沒錯 就是在羅湖那邊 沒錯 那大雅灣汽車站呢 就有長途的巴士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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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駕就是四十五分鐘 就可以去回這個羅湖 上車點就是羅湖一出來 其實由手邊買票就可以了 就是在那位上車 沒錯 這個位置 那兩個都很方便 你連同口岸也有 羅湖過來也有 是 那大家可以看回微信小程序 西湖出行 看個時段 那我們可以拿回圖給觀眾看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 因為說起大雅汽車站 其實下回到這個澳頭 其實一說澳頭就是海鮮 海鮮街 其實你說買一些海鮮 買過來我自己煮菜 其實都很划算 是 很划算 平靚正 平靚正 有機會我們一起去品嘗一下 去拍一下給大家看看 還有你隔壁呢 其實這個海鮮街隔壁 都有很多酒店可以加工的 可以加工 自己買了就要 就是不想煩 是 自己買完海鮮 然後才去那邊煮菜 然後就走進 而且這裏都是派發價 就是比較便宜 好 下一傳有機後我們再拍一下 是 好的 至於在價錢上 跟龍泊這樣去計算 龍泊就是整個區內最低入場價 三十多萬可以入場 不過就一房 而這一個月 在一季府 就說五十多萬 可以入場買到三房 即是現在的房 到底哪樣東西 吸引你多一點 大家可以自己計算 如果是對這個月海一貴府 那麼興趣的朋友 歡迎你聯絡我們 又或者直接跟我們去到現場 這邊實地考察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上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跟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受算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